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刚才崔先生特别提到 其实这场战争 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 都是可圈可点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 美军的撤退 其实我也注意到 在美军的陆医师的战史上 和美方的一些文字 和这些影视资料上 美军已能够让自己的陆医师 整剑制地撤出来 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事 这场战争 长津湖战争 成为美军被遗忘的战争 在美国的影视界 不愿意去回忆了一场战争 这它必然是有原因 你看美国拍电影 二战的简直是把每件事都说的 反复说来说去 越战也说的没完没了 可就唯独不谈 就不谈 很少谈 特别是第一第二次战役 我讲的进攻战役和美军亏退的战役 那么有一个记者访问过西点军校的教官 就问他说你们越战经常在讲 怎么朝战就把它变为遗忘的一个战争 其实在西点军校的教材上他们就已经看到重点 他们认为越战的失败是政治上的 军事上它没有失败 没错 越战的每一场战役美军都会失败 没有失败 中国的军队怎么会打仗呢 他想象中的中国军队是中国国民党 对 而且他所知道的是在抗战期间 他说抗战期间 日军大概三四万 怎么可以把几十万东北军就这样赶走了 东北就被战役 一万两千人 对 一万两千人 对 然后在耳后的华北的战争当中 他日军就几千人 搞得中国三十万军队东奔西跑的逃跑 所以他觉得中国军队怎么会打仗 他忽略了 后来有的中国的军事人员告诉他 你忽略了中国不是后来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八百万吗 他忽视了这段历史 他想为这段历史是国民党自己的问题 然后中国的军队最后 他们有一句话叫做 此国军非彼国军也 怎么这个国军过来打这个仗 怎么会不要命 怎么这样干 那场战争 说实在的 因为一开始是个遭遇战 前面是个遭遇战 三十八军一开始没打好 那是遭遇战 三十八军被彭德海骂得狗血淋头 说要不行我动用军法 当时军到梁姓初被骂 三十八军后来最后打了三所里的那一仗 才出现了三十八军万岁 那是西县 那是西县 那么东县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长津湖这个战役更重要的打力 他是整建制的歼灭了三十一团 然后把这个陆湖医师没有打过败仗的陆湖医师 打日本打这么漂亮的陆湖医师 最后给弄成了一万一千人的伤亡解决 我看到因为我们在这里资讯很发展 看了很多当时美国老兵的回忆 那是非常悲惨 后来最后这个李奇威一起接了这个 美帝八集团军的时候看到军兴 为什么会这么低落 他从来没见过美军 美军士气那么低落 他们被惊到被惊到被吓到被蒙到被蒙到 所以就这一仗的话才会对后面的中美军队 以致这个越南战争 以致现在对于中美军队的影响 至今都是非常深远非常大 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战役当中 也就是说朝银战争开始初期的时候 中国军队的装备是杂牌军的 日本的美军的 这甚至连老套筒都有 那还是中国的正规军 像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像九兵团 这都是中国的王牌军都这种装备 你看看美军 美军他说嘛 美军一个师 远远超过中国一个军的炮火的能力和装备数量 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西线的军队在进去之前 六个军进去之前 彭德怀自己带着一个吉普车 带着几个警卫员先过去了 他为什么他先过去了 他先过去了 他要找金日成 找不到金日成了 他要找到金日成跟他商量 我们下一步怎么动 然后跑去找金日成 那个时候呢 有些先头部队过去的时候呢 碰到了这个北韩的军队撤退回来 北朝鲜撤退回来 溃退回来 溃退回来 溃退回来以后呢 这些北朝鲜的军队就问中国的志愿军 他说你们来了很好 你们有空军吗 我们没有空军 没有空军 全部都摇头 为什么呢 他们被美国空军炸得太狼狈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啊 就是当时的志愿军打出了威风 让美军觉得志愿军是一个值得敬畏的部队 但是通过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 甚至第四第五次战役以后 志愿军在和美军的作战中 他发现他碰到的是一支完全不同意国民党军 从来没有碰到的这么能够有现代化战争意识的一个 我们稍微举个例子 就是在长津湖就这一次大亏退当中 当时的志愿军啊 已经在后面包抄过去了 包抄过去以后 把一个挂在悬崖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重桥 三次炸掉 然后建起来又炸掉 最后把连在那个悬崖 他是连在悬崖上的 连玄节点都给炸掉了 所以你觉得美军无论如何这里通过不去了 就撤了 反正我的后路已经给你切断了 结果怎么样呢 美军从美国国土内 制造了五个大的预制舰 运到日本 从日本才运到那个地方 然后呢这五个预制舰用两个就可以架通 把五个全部用大型运输机 运过去以后呢架通 美军的自动 对 美军的自动全部跑掉 所以说 想都不敢想象 想都不敢想象 所以说 跟这样一支军队打仗 所以后来有的 这个问美军 说你们 因为你们很多人说你们是胜仗 中国那边说他们是胜仗 到底你们谁是胜仗 或者互有胜败 因为打了平手了嘛 因为三八仙来三八仙去 最后在三八仙定住了 后来美军一个著名的将领 他讲 他说我们败了 为什么我们败了 我们不是三八仙来三八仙去 因为三八仙是和北韩军队作战 我们和中国军队作战 是从鸭鲁江边开始 是鸭鲁江边开始 三八仙最后跌倒 他说 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失败 而且这场战役 特别是当然我们的时间更多 其实我们除了跟大家谈成功之外 大家不要忘了 中国军队的 其实在第二次战役当中 在西线打出这场军队 西线虽然是六个军 我绝对的一个俱乐上无优 但是不要忘了 西线是第八仙军 美国也是整体装备数量 各方面都是非常惊人的部队 当然可圈可点 西线刚才从前来讲 三十八军打出了自己万岁军的声号 在三所里 这场阻击战上 比如说切断了美军退路的战役路 把援军和汇坠的美军 一公里的地方 给定住最终 让援军进不来 汇坠的军走不了 最后打出了一场 最后是打出一间战 应该这么讲 无论是长久兵团的成军族 还是 元四野这六个军的西线作战 第二次战役 是整个朝鲜战役当中 最有中国军队收获最大战 这个西线的话 我稍微多讲一句话 就是在第一战役的时候 当时是遭遇战 对 因为当时谁都没有经验 然后呢 这六个军过去以后呢 三十八军所谓的年武军机 是被彭德怀批得非常厉害 最后就是第一战役打完以后 回到这个志愿军总部开会的时候 这么多的将军 彭德怀就是不理梁兴楚 不理他 连眼睛都不看他一眼 然后呢 最后在总结会上就讲 他说了我们有一些军队 说是什么 是主力军 他说是个主力军个鸟啊 他说这个遗物战机 他说我可是要斩马术的 所以梁兴楚一句话不敢讲 回去以后检讨那次战役 是怎么回事呢 三十八军延迟了一天 延迟了一天什么意思呢 本来他们想包住美军的一个团 然后呢 后来最后有人传出来 这个说是个黑人团 是 是个黑人团 然后他们呢 就稍微的一念间 缓了一天时间 让这个团跑掉 就根本就没有黑人团这个说法 整个战役当中有个黑人脸 投诚了 所谓的投诚 但是并没有黑人团这个东西 他们一清黑人团以后呢 志愿运当时觉得黑人团要注意啊 就这个黑人团是很野蛮的 稍微疑 就是稍微疑惑了一下子 然后呢 这个团就没包住 就气坏了 但是呢 没有影响到彭德怀整个战略 为什么呢 因为彭德怀当时采取这样的诱敌生 然后就开始叫志愿运边打边退 边打边退 麦克阿瑟 退出去以后感觉不对 就是中国军队很少量的军队 好像只是为了保护水电站 还要继续大去进攻 这个时候呢 美帝八级参军再进去的时候 被志愿运包围了 38军这个1130啊 要穿插 穿插完全是从这个大山里边呢 在那走的非常坚固 可以说创造当时的奇迹 一天时间行走70公里 74公里 因为我们是走过这些路的 一天你能走个70里 在通常的公路上就已经很累了 你一天要走70公里 而且是全副装备 而且是爬山 那是要命的 那是会走死人的 但是呢 提前五分钟 占领了这个山索里 然后把这个美帝八级参军 把它公路上来要切断 然后接着用个龙元礼 又去抢占龙元礼 把龙元礼也切断了 美帝八级参军的话 没有退路了 他们说没有退路的美军是非常非常恐慌的 所以那一仗打下去以后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当时的中国的军队是和国民党军队打仗的经验 比如说黑山主机战 塔山主机战 我不要命 我几个尸干上去 我把你封住了 最后我就能可以把你那个廖要消灭掉 我整个全部消灭掉 不行 美军不行 实际上啊 我们后来发现 就是这种切断的行动 虽然这么壮举 这么让美军恐慌 但是也就是停滞了美军 美军的行动一两天 然后美军采取什么办法呢 他立刻开通别的渠道 他立刻用他的飞机 用到各种方法 然后最后还是没有去 但是那个行动 已使美军非常的震惊了 所以后来 其实美第八集团军 他底下的几个军 好像第一军 第九军 他们最后能够安全地撤到江南 他们是感到万幸的 宋先生 其实您在谈这个故事当中 一直在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场战役对影响 其实我们把这件事 说得稍微长一点 我没有时间去谈所有的战争 但是有一点 朝影战争 朝影战争作为一场 现代化战争 从中国来讲 我看过一个包括王树香 这个先生 包括金一南将军 他们都在谈一场战争中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他说首先 中国军队在这一场战役 真正意识到什么叫现代化战争 中国以前 特别是中国人民解剖军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当中 虽然面对的敌人数量很高 也有美式的装备 但是整体军队的素质和整体战术素养 远远不弱 这让中国军队第一次领教了 不仅仅是装备的优势 而且单兵素质之高 您走 是的 这一次的战争是中美两个军队 第一次这样的正面交锋 然后使两军都认为对方是值得敬畏的军队 那么美军的话它从二战过来了 你看在二战当中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和日军的作战 是非常艰苦卓绝的 一步一步打过来 跳岛 一岛一岛 打过来 那最后的话的这个伤亡比例 竟然是十二比一 就是这个日军要伤亡十二个人 美军的伤亡一人 那是在这样的 而且当时来讲 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差并不是非常大的 还不是非常大的 可是在这个朝鲜战争当中的话呢 双方的武器相差实在太大了 实在太大 但是呢 从后来我看到的死亡人数 不要讲伤 因为受伤这个数字很泛 还有失踪的 我们讲死亡人数 大致这个志愿军和美军啊 就和美军相比志愿军 大概是二比一 二比一 那么这个十四万和七万之比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实际上我就觉得 志愿军在当时这么落后的情况底下 能达到二比一的话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但是呢 这个志愿军的非战斗减元 以及各方面的这种伤害损伤非常大 这个实际上在中国军队入朝的仅仅一个多月 十一月二十五月 王安英就被炸牺牲了 大一洞 那是刚刚入朝没多久 居然你总部被轰炸 对 而且美国的这个军队啊 对他们的飞机飞行员是束大拇指 对当时好像是C41型的飞机啊 因为他这个飞机最后超低空飞行 他能做到什么东西呢 他发现你的坑道以后啊 他可以把你的前面坑道炸塌 然后再反过去把后面坑道给炸塌 把人全埋在坑道里面 所以这种非战斗的减元啊 这种无谓的牺牲当中损失就很大了 为什么中国军队没有任何防空了 对没有防空了 其实在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进行 对 根本没有力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军队 为什么现代化发展这么快 和他们总结朝鲜战争的这一些问题 也是有关系的 而且确实 朝鲜战争不仅仅是 虽然叫中国人民支援 但是实际来讲 都是当时中国人民支援 就没有一个序列的 这个部队入朝作战 这场作战来讲 其实大家也许很多人在这个伤亡人数上 大家很多人在有不同的看法 每个人也许有没有认知不同 但是有一点 朝鲜战争作为一场战争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 应该这么讲 在战略上 中国是胜利的 起码在达到了自己参加这场战争的战略目的 不仅让自己锻炼了军队也增加了箭矢 同时也让这场战争停在了原来战争的始发地 三八线 这里有个插曲 其实这也是好些 说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 其带来的后续的影响非常巨大 他们说毛泽东用两年的时间 就把上千年的匪幻全部清除 上百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参与全部清除 而且苏联也真诚地佩服中国军队的这种付出 英勇和胆强 也全力地予以中国军队的支持 和后来中西全面合作 才有了中国的156个援助项目 对中国来讲 这是一场惨烈的付出巨大代价的 但是是一场赢得胜利的战争 对 这段回顾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其实美国的政治家们 美国的政要 美国现在的这些军人 也应该很好的研究这场战争 为将来做一些铺垫 那么你想当时的话 不管是志愿军也好美军也好 当时都是身手都是陌生的 彼此从来都不知道 然后最后打过这一场以后的话 你想现在我们反过来看 当时有一些后来没有形成的结局 那这些今天来看是很值得借鉴的 因为当时在第一次第二次战役 也就是志愿军反攻的这个阶段当中 因为美军是非常突然 又受到措手不及 这个虽然当时的志愿军伤亡这么大 可是作为美军当中他并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被打败了 打退了 并不知道志愿军伤亡有多大 对 他不清楚 但是自己在撤队当中感到我们的伤亡这么大 然后被一个农民军队就这样打败了 他想不通啊 然后被打到三八线以后的话 麦克阿瑟疯张了 紧张了 然后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以至于当时的杜鲁明也说过一句话 因为当时也被打荒了 整个国会 整个全世界都在震惊当中 怎么回事会被打到三八线以南去 本来要回来过年 本来打了鸭鲁江边 怎么被打回来了 我们的胜利之师啊 对啊 怎么会突然被打回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杜鲁明当时在情急当中 有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可以动用最重点的武器 而且这个武器的使用权可以交给麦克阿瑟 一开始是这样的 可是后来麦克阿瑟越来越慌 越来越不像话了 最后提出很多很多的要求 包括要轰炸中国的境内 包括有些其他的顾问 包括原子弹的问题 最后麦克阿瑟被解释了 那么今天回想起来 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冷静的判断 如果真正的动用了原子弹 或者是动到了中国的境内 然后当时的苏联也动用到这些东西 那么有可能 那就是第三个大战 第三个大战 就不堪设想 所以今天对现在的军人呢 大家是很值得借鉴的东西 现在我们有些军人 不了解中美过去作战的历史 动不动的话就说要打要打 实际上他没有看到 这种战争最后是两败之少 而且美国的二战的总统 如此诚意 总统曾经说过 战争太重要了 绝对不能够交给将军了 也就是说战争的发动权 不能交给将军了 也就是说明什么 军人 在美军来讲 要求就是你去打赢我 而不是去 要不要打这种战争 去政治加盟 当然朝野战争作为局部的战争 虽然这场战争 也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提 毕竟已经过去了60几年了 很多人都不愿意提 但是这场战争 在中美两军的 大家的彼此认知上 也是第一次大家 真正的认识到了彼此 如果说中美后来能够互相尊敬 特别是美方可以与中国很多的尊重的话 这场战争 应该说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铺垫和作业 对 所以我们今天 就像刚才从先生讲的 我们今天回顾的战争 并不是这样告诉大家说 谁胜了 谁败了 谁英雄 谁可输 都是这个 但是同样到今天我们还是这么说 长江武力等战役 中国军队是胜利者 美军也是胜利者 因为两军在对壘当中 各有自己的一个认知 但是从今天来看 我们回到今天 虽然中美两军在战的可能性 所以起码在目前的情况下 应该说没有可能 但是还是这句话 前不久 中国的一位 有人称之为鸽派的外交家 那就是吴建民先生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目标 还是和平发展 战争是为政治的 政治是为人民的 您怎么看战争和和平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的国力 中国的军事力量 当今的和当年在朝鲜战争的那个时期 是不可同日而语 没有错 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 但是中国的军队 现在如果和美军的军力相比 虽然差距现在没有达到一带 但是差距一级是有的 那是 差距一级是有的 你看中国的航空母舰的数量 和航空母舰的吨位 那显然就差很多 所以这个理念的话 就是中国在发展中 自己要冷静 要能够创造更久一些的 发展的时期 这样才能奠定一个 不战而胜的基础 是不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话转回来 就是美军在整个世界格局 军事力量 国力对比 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美军的战略思想 一定要改变 一个挑战 我觉得美军现在 在军方的战略思想上 他们还陷在二战的胜利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二战当时 在和日本对垒当中 太平洋战争 日本当时是 战略舰和航空母舰 到底选择哪一种 在徘徊 而美国坚定的选择了航空母舰 最后依靠航空母舰 大胜了 对不对 才取得这样 对 一战一战打过去以后 美军对航空母舰 是独有情宗的 可是世界的战略和武器 发展到了今天的时候 航空母舰是不是 还是那么辉煌 现在虽然美国 有十一个航母战斗群 当时在朝银战场上 在掩护陆军一师 海陆一师 还有七师的撤退当中 动用了五个航空母舰的 战斗群 最近的话 有四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 在世界各地的游戏 包括在南海 在太平洋 那么航空母舰的战略思想 是不是有所变化 因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导弹时期 这里面当然还有导弹 还有非常多元气 到了这个时期的时候 我觉得双方的战略思想 都要做一些修正为好 而且你说的很重要一点 也就是一个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 一个先进的国家 首先要有先进的军事思想 没有一个很好的军事思想指导 对对一个国家 对一支军队来讲 都是一种灾难 回到根本一点 军力是一个国家 能够跟别人上谈判做的 一个根本保障 军人可以一辈子不打仗 但是不能一天不备战 这就是军人的责任 这就是军事思想指导的 谢谢大家